自行车在刚刚过去的母亲节被偷走 现在已经回了闪心人士捐赠新车 这四个这么有爱心的年轻人今年只有19岁 他们分别是Sam, Fred, Brian和Tavis 到底他们为什么会想要骑自行车环游本国来筹款呢 Sam原本打算用来筹款价值超过1000元的自行车 在母亲节当天被人偷走 他当时感到非常的彷徨 但现在已经得到热心人士捐赠新的自行车 他感谢社区的帮助 另一名成员Brian就说 知道旅行 他的家人虽然非常担心 但知道活动的意义重大 最后都表示支持 而Fred就说 这个暑假会进行密集式的训练 四人的旅程全长7258公里 将会穿过洛基山脉 沙省 魁省等多个省份和城市 目的地是本国大西洋沿岸 为了这些新闻是华步 本日